很多人的幫忙不要配合 第一當然當然是 感謝家長跟小朋友你們 月曆出席 正要年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我們學了之後 只有在家裡自己談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到了舞台上 聽聽別人表演 然後看一下 在舞台下看別人跟自己上台 都感覺很難 你們以後長大在學校也都有機會上台 那確實有的小朋友在台下 好像不明為一或者是比較 比較懶散 可是他上台反而不會怕 那有的小朋友平常就是 我們真真 我們覺得OKOK 可是到了要上台前一刻會很害怕 所以那個都不一定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說菜客要放一個活動 讓他們知道 然後習慣就是說 以後我上台的時候會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第二就是說呢 也要讓小朋友知道 我平常要練習到什麼程度 到了台上 再怎麼緊張 我還是可以正常表演 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目的 因為我們一旦面對人群 會有很多的心情出現 緊張是第一個 然後手發抖 然後帶一片空白 所以不管今天 有些家長會覺得 我們要走這條路 我們要組音樂班 我們點翻這個 我們學的一樣東西 都是有可能會面對人群 面對考官 面對評審 所以才辦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來表演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正式開始 今天第一個節目是我們的張慶生小朋友 他要先獨奏兩首曲子 獨奏完之後呢 因為剛好也交到他的同班同學 所以我就讓他們兩位 談了一首四手連談 那四手連談看是很容易 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人要跟人合作 都是要瘦或訓練的 所以他們兩個也是練了好一些時間 然後終於把他們湊在一起 那他今天很有勇氣的當第一個 所以請大家給他鼓勵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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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腿 大腿 大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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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